大家好,民众党的总统参与人柯文哲18号 与中广主持人王浅秋的节目叫千秋万事受访指出 台湾的底线是台湾的自主、两岸和平 保有现在的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 中国的底线是台湾不能法理态度 双方应在知道彼此底线的前提下协调 柯文哲认为台湾的底线是台湾自主、两岸和平 要保有现在政治制度与生活模式 如果中国侵犯台湾的底线 台湾也没有办法跟中国拼了 而中国的底线是要保持面子 台湾不能法理态度 柯文哲表示 两岸应在知道彼此底线的前提下来协调看看怎么处理 他认为这是可以协商的 他办过八次双城论坛 哪次不是可以协商的 柯文哲表示 他在美国如果遇到会讲中文的华人 总会感到比较亲切 会多讲几句话 就是因为有相同的语言 我们不会找印度人、德国人来聊天 一定先找老中 代表有相同的历史、语言、宗教、文化是事实 何必一定要否认 柯文哲此番论述被质疑 是类似于香港的一国两制 对此柯文哲受访是说 香港现在已经没有一国两制 香港没有守住政治制度与生活模式 他们的政治制度及生活模式已被推翻 针对跟中国谈话 如何保证台湾能守住自身的政治制度与生活模式 柯文哲表示 如果自身没有自卫能力 一定会被吃掉 那么与同时 郭台铭表示 主张在两岸一中的框架内 与中国大陆谈判 婚外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投诉美国的华盛顿邮报 内容批评蔡文 与民进党赖清德 拒绝接受一中框架 郭台铭主张两岸需要在一中框架的基础上 进行合作 外界认为 与国民党总统参与人郭友宜 争夺深蓝的坏权 郭友宜昨天表示 他与郭台铭的主张一致 就是和平守护中华民国 下架民进党 郭友宜说 我和郭台铭的主张完全一致 我们都主张和平守护中华民国 我们共同的信念 大家一起团结面对 一定要让无能守护台海安全 做得不好的民进党下台 郭友宜针对 他不算中华民国派 相关的疑问进行了回应 他说 他这一生 尽警校到现在为止 族政四十几年 守护人民安全的保障 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身为中华民国的分子 尽忠职守 爱知会土地所有人 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情 台陆委会 也对郭台铭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 进行了驳斥 略懂两岸关系人都知道 两岸之间从没有郭先生 所谓的一中各表的框架 只有中共片面设定 意图消灭中华民国 并吞台湾的一个中国原则框架 陆委会批 从郭先生媒体投出内容可以确认 郭先生不是完全不了解 中共对台政治图谋 就是故意美化中共消灭中华民国 并吞台湾的启度 陆委会强调 依照中共所公布的一个中国原则的白皮书 中华民国政府只是中国领土上的一个地方当局 中共一多次重申九二共识是 现体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是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对话的前提 实际上就是强迫台湾以地方政府的地位与其互动 这是违背中华民国台湾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事实 那么台湾民众绝不会接受 相信也没有任何一位中华民国的领导人 会这样的政治主张 陆委会指出 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 台湾从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 两岸互不隶属 是台海现状与客观事实 96年台湾的政治环境经历三次政党轮替 期间民众以经历七度用选票选出国家元首 我们认为中共当局必须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已经存在的事实 不应该设置政治对话前提 让两岸之间一再丧失良性互动的契机 陆会表示 两岸政策立场一贯 依据中华民国宪法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事务 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蔡英文上任以来坚持四个坚持 强化四大任性 捍卫国家主权军民主自由 陆委会提及我们在台海不挑衅不躁进 受到国际社会肯定 各国也认为中共对台胁迫 因而要求中国不能再太动物 国际更不会给予中国支持 呼吁中国放弃僵化的意志形态 与政治前提开放的态度进行两岸对话 从现在呢 整个台湾的政治环境到现在陆委会这个谈话 你可以看到民进党在坚持着 还是老一套 两岸互不隶属 国民党包括侯友宜 包括这个 柯文哲虽然愿意对话 但实际上坚持的还是中华民国 那么这个坚持最后 就是我之前讲的 最后解决台问题 唯有武力统一台湾 没有和平希望 大家知道中国是一定要统一台湾的 这是中国崛起的一个前提 那么中国崛起台湾问题就成为关键 那么台湾现在要求什么 要求保证我的独立 保证我的自主 包括郭台铭 包括侯友宜 你看这国民党民众党 包括民 我一直在说 解决台问题 最后还是要看武统 只有武统台湾才能解决 两个问题 你看现在台湾的岛内的政治舆论 包括台湾民众党 民进党 国民党 对大陆的整个的政策 你可以看到 虽然有些人寻求缓和局势 但最终的底层逻辑 还是要台湾独立 台湾自治 我们是独立的国家 不会跟大陆和平 也就是说实际上 没有一个台湾人 要和大陆进行和平谈判 进行统一的谈判 也就是和平统一 大陆对台湾释放任何善意 包括现在跑到台北 去做客那个什么丁宁 那个代表团 那些打乒乓球的运动员 实际上都是在表演 不会改变台湾人 要求独立的想法 只是缓和两岸局势 没有台湾人 即使跟丁宁握手 说你是中国人 咱们都是中国人 他也不会寻求跟中国统一 你拍出什么叮咛都没有用 打乒乓球 打羽毛球 打排球 打什么球都没有用 台湾人不会寻求 跟中国大陆统一的 只是跟你什么 友好一下 所有的中国人 我觉得从今天的讲话 也可以看到 没有一个台湾的政党 愿意跟中国统一 那么中国就不同意了吗 我觉得很多将有一些 大陆的有一些年轻人 有一些年轻人 我只能说有一些 特别是上海 南方的一些 跟台湾互动比较多的 可能会觉得 那就让台湾独立 可能会真的有这么想法 既然人家不愿意统一 那就让人家独立 但是你记住 这里还有美国 美国说了什么 美国说台湾就是中国的 美国说台湾就是中国的 看懂里边逻辑没有 所有的台湾问题 所有支持台湾独立这些年轻人 你不是说你想台湾 你让台湾独立 他就能独立 还有美国 美国说了台湾就是你的 你不想要都不行 看懂这个逻辑没有 因为台湾也要听清楚一点 里边是中美互动 你中国想放弃台湾 美国也不会允许 听懂没有 因为美国说了台湾就是你中国的 就是美国现在在制造两岸矛盾 一定要什么 要用两岸的矛盾来捆绑台湾 让台湾听话 另外让大陆陷入台海问题 一旦没了两岸问题 一旦台湾独立了 没有两岸问题了 那么美国拿什么去限制中国大陆 这很多中国年轻人没有看懂的逻辑 台湾年轻人现在也被美国矿进去了 以为是中国大陆不让台湾独立 错了 美国说了台湾那个土地是中国的 但是你们台湾 你们是自由民主的 你们得跟中国闹 那实际上就是双方绑定 双方制造矛盾 然后由美国来调停 美国来在中间进行平衡 我一方面说这个土地是你的 但土地上的人 那些人是自由民主的 他们来决定未来 但是我绝对坚持台湾属于中国 看到没有 那个中国可能是中华民国 也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后你们自己去解决 你看完这个逻辑 你就懂了 你最终想解决台湾问题 想一劳永逸的 从根上解决台问题 就必须解放军登岛 必须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谁还在幻想着和平统一 和平统一绝对没有希望 现在看只要美国介入台问题 和平统一都没有希望 而且中国未来GDP会超过美国 美国一定会提前打台湾这张牌 你不要幻想你还能拖到什么 拖到美国 真的让中国超过美国以后 美国再打台湾这张牌 不可能的 他会先打台湾这张牌 他先打台湾这张牌 你怎么办中国 你拿什么应对 天天喊和平吗 派叮咛那帮人去 去感化台湾人 笑话吗 派什么打乒乓球的 打羽毛球 打排球去都没有用 台湾会接受你吗 这不是笑话吗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台湾宣布独立吗 没有台湾人会愿意和大陆和平统一的 这就是现实 中国人必须面对现实 做好武统的准备 迎接现实 别幻想着和平统一 那帮人 天天在那儿给你吹牛逼 和平能统一的 那都是不是傻就是坏 那帮人 我告诉大家 那帮人都是在说大话 他没有面对现实 没有面对两岸真实的现状 真的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制定政策 那中国就完蛋了 中国真的就完蛋了 只有像我这样呢 不断的在强调真正的两岸台湾和大陆的现状 两岸现实的 才能真正的找出出路 找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 你不面对现实 你怎么找出出路呢 找到解决方法呢 现在谁还怀疑武统台湾呢 现在谁还强调和平统一呢 好好想想 好好想想 有时候喊一喊政治口号和平统一 说说政治口号可以 你真的把和平统一当成解决方法 你就犯傻了 大陆人有一些人啊 真的很傻 很天真 真正解决他们 你从现在柯文哲 好友谊 包括现在民进党这个讲话 你可以看没有台湾的政党 没有台湾人支持和平统一 根本没有人支持你统一 你中国怎么办 解决台湾问题 武力统一 只有武力 不要对台湾人抱有幻想 包括那个柯文哲 什么侯友谊 国民党 国民党也不要抱有幻想 国民党最后就是独台 本土化的国民党 根本不是中国国民党 那叫台湾国民党 你看看侯友谊 他他妈来过大陆吗 他去过那个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吗 他捍卫的是那个台北的中华民国政权 今天我把台湾的底裤都扒给你看 什么他妈两岸一家七 什么他妈我也是中国人 都是在幻觉幻想 妖就是妖 记住了 那帮国民党民进党 一丘之鹤 妖就是妖 他绝对不会跟你中国大陆统一 还争取他们的人心 那是妖 你能争取妖 不对台湾人抱有幻想 这才是两岸现实 这才是未来中国人应该做的 怎么解决台问题 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 最后无力统一台湾 而且越早统一台湾 对中国越有利 这就是我这个频道一直在讲的 这就是两岸现实 什么他妈柯文哲 郭台铭这帮人跑了给你互动 都是假的 最终的目的都是台湾和中国大陆 两个政治实体独立的 不会跟你统一的 记住了 这是台湾人想的 根本没有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台湾会接受这个希望 不会接受 永远不会接受 最后只有一国一制 只有一国一制 所以我一直在说 只要我这个频道 能看懂台湾的底层逻辑 看懂台湾人 看懂台湾这个政党 最终他们想要干嘛 他跟你缓和局势 管你叫中国人 咱们两岸一家亲 最终的目的 还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而且背后最大的逻辑 是中美的对抗 美国也绝对不会让两岸统一 也绝对不会让台湾独立 那么也就是说 郭台铭 他在美国的媒体发文 想保持两岸现状 包括柯文哲 想维持两岸和平 维持现状 你觉得可能吗 柯文哲 我想问一问柯文哲 柯文哲能看到我今天节目 你寻求两岸和平 维持现状 既不同意 我也不独立 我就形成一个实体 政治实体 就在这存在 世界上存在 然后我不宣布独立 不触动中国的红线 柯文哲自己讲 我们保有自己的政治制度 我们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状态 中国大陆也不同意我 柯文哲你觉得可能吗 柯文哲 现在整个欧亚大陆 正在和昂鲁萨克逊集团进行对抗 而且俄欧战争爆发 这种平衡一定会被打破 这种大国之间的博弈 它一定是要打破平衡 但你能维持现状吗 柯文哲 我就特别想问柯文哲 一个当医生的研究地缘政治 你能决定吗 你台湾能决定地缘政治吗 你有这个实力吗 柯文哲你先拿到选票再说 大言不惭 还想维持台海现状 台湾未来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统一 要么独立 这就我自己一直在强调的 台湾只有两个未来 要么跟中国大陆统一 要么宣布独立 没有中间状态 台湾人不要再幻想 不要再幻想着台湾还能维持现状 台湾的这些政治领导人 这些政党还在幻想着维持现状呢 多么可笑啊 多么可怜呢 两千三百人还要决定自己的命运呢 还要玩过去那种游戏呢 两边下注 玩不下去了 告诉你柯文哲 这是幻想梦想 永远不会实现 现在是中国解决台问题的关键时期 战略窗口 美国也绝对不会允许台湾维持现状 中国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统一台湾 美国也只有一个想法 支持台湾独立 逐渐向台独方向发展 绝对不会维持现状了 中美都不想维持现状 而你民进党 国民党 民众党 这帮领导人还在讲维持现状 台湾没有未来 你看看台湾现在这正正人物 连方向都选错了 所以说民进党跟着美国选一个方向 独台湾能够独立 而没有一个政党选择跟中国大陆 看懂没有 所以这就我说 中国未来和平统一根本没戏 没有一个跟中国大陆选择同一方向 包括那国民党民众党 还在选择维持现状不动 而民进党选择什么 选择跟着美国走 我们全部独立 那中国呢 中国唯一手段就是武统台湾 这就是台湾的未来 今天我说的够清楚了 台湾自己好好想想 你们两千三万万人 能决定你们的未来吗